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经济联队做客河南队的一场比赛 然后是洪方是河南队的何文哲大师 黑方是陆维涛的 陆维涛特技大师 我们来看一下对局 实战洪方是选择了兵器精先人之路 这盘棋因为对我来说 因为也是赛事的亲历者 所以我知道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 应该说这盘棋是北京已经赢了一盘 对 在获胜的一盘的情况下 之前的比赛当中 两盘比赛当中已经获胜一盘 所以作为红方何文哲他必须在这盘棋获胜 才能把双方拉回同一起平线 对 所以这盘棋他必须要全力拼搏 而且同时这盘他也是给我们奉献了盘精彩的棋 尤其在开局阶段走得非常新意 对 实在何文哲兵器精一 陆维涛炮二平三 陆维涛是足底炮应招 用足底炮应付现任之路也是陆维涛比较喜欢的下法 然后是何文哲走得炮二平五 摆中炮 黑方选择了向三进五 对 非三向的起 对 三向应付现任之路是最常见的应法 也是认为我们认为是对抗性最强的应法 对 除此之外好像也有走向七进五 向七进五的话 红方可能要走马八进九了 对 马八进九 黑方接下来马二进一吧 马二进一 这也是联赛比较流行的一路变化 是 红方出居九平八 出居九平八 黑方如果居一平二 红方就破八进四 封住 封住五还打兵的先手呢 黑方可能得十二进五补一手 这样的话 红方可能马二进三 对 这又是另一路很常见的一个变化 是 那么我们看实战 实战黑方是没有选择七向 还是选择向三进五 红方这个时候是选择的马二进三 对 跳马 其实在最近我们的对局当中 比较流行的还是走四六进五比较常见 不是 这样的话不让黑方走足三进一 认为就是双方的这个棋举将更加稳健 对 这个马二进三其实是一直以来 这个比较流行的走法 对 传统的走法 是 马二进三呢 特点就是双方马上就争分相对了 对 黑方呢就迅速地可以走足三进一 那红方也是走 是在走居一平二 我出居 对 在足三进一 在足三进一 这个棋的特点呢就是黑方 我们很显然看到足是快速地反击 对 过了个过河兵 但是红方呢 快速地出动了大紫 是吧 那这棋黑方呢就是 我足底炮就是要对你这个三路 进行攻击 红方的轻路线进行一个打击 那红方这时候好像选择挺多的 对 这个时候更多地选择 以前呢 好像更多的是走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过会我准备巨二进四把兵给抓回来 这样的一个思路 最近呢还比较流行的一种是走向七进九 向七进九 以下的话 我有可能用向飞你 如果黑方继续保留足冲下来的话 红方可以马八进六 是吧 等于说我飞边向为我自己这个拐脚马 有一个条出路 对 如果你再下兵 下兵的话 我可以炮八进四 炮八进二 都是一些选择 对 我们在以往的这个掌旗中 好像也给大家介绍过这一路变化 那么这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局面 对 实战呢 红方是选择的 又一路非常少进的 对 让我们很这个 觉得这很有创意的一个手法 也是值得我们去探讨 对 像其的变化非常的多 非常的深奥 对 那红方这时候走了一个 四六进五 他走了四六进五 非常有心意 这样又避开了你炮打僵是个先手 是吧 还顺利的过一会儿 我这个马先不定型 对 看过一会儿 以后我看情况 我看情况 我可以上七进九 我可以马八进九 这样的一个棋 对 那这个棋 实战呢 黑方是走了居九进一 对 黑方就是 黑方这个炮也不能打相 对啊 打相马八进九 你这个炮就丢了 两炮被丢其 所以它只能居九进一 就长起来 居九进一 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红方想还原成 原来比较常见的局面 还可以走马八进九 就还是一个相同的 相持的一个局面 对 相持的局面 黑方可能居九平四 或居九平二 都有可能的 居九平四或居九平二 经过大量的实战呢 我们认为啊 这如果马八进九 他走居九平四 都是可以抗衡的 可以抗衡 对 就是双方看谁 对立齐的理解更深 对 是的 那么实战 红方呢 也是 既然我补了试以后 我就不想还原了嘛 对 他又走了非常有心意 他走了炮八平七 这么对炮 以前我印象当中 是有这个对炮的思路 但不是在这个时候对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以前好像是 这不不是不补 是有这么对炮的 在这之前 我们给其友们 讲一下这个炮八平七 对炮的这个变化 对炮变化 他对炮呢 肯定很显然 他是想把他的弹子炮给拆掉 对 是吧 弹子炮给拆掉 但是当时对炮的话 黑方有一个 居一进二的好奇 他可以走居一进二 那这个其实按 我来理解说 黑方也挺多选择 比如说我也不怕 我就跳个编码 跳个编码 正常跳一个 跳个编码过一会儿 我们交换掉之后 我可以现在走这个吧 可以抓 对 你如果再下来 我换掉 你必须用炮打过来 是吧 这样 这样子用炮吃过来 我还可以再跳马 八进九 又是先手踩兵 是吧 主要是因为黑方这个马 如果要是跳到正马的话 位置就很理想 对啊 他这个弹子炮 他也不愿意轻易地被打破 是 所以在对炮之后呢 黑方是走这个时候 比较有真正的 有一个居一进二 对 这挺有特色的 是 他这样你如果再换掉 换掉 他过一会儿马 可以马八进七 这么跳起来 整体的马还是得往当中跳 保护中组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他居一进二的特点也是 我下部准备居一屏二 来逼迫你炮 跟我进行一个交换 对 同时以后呢 而且我以后也保持了 八进七这个机动性 对 所以说这个还挺有 这个布局还挺有想法 对 那么实战红帮这个捕士 有什么区别 我们来看一下 捕士呢 刚才就是让你先走了 居九进一 这个时候我炮八进七 你就没有居一进二的棋了 对 是吧 那这样交换以后 这个八路迪马还丢了 对啊 是啊 所以这个就是 何文哲在这个局面下的 创新吧 对 那就是他对这个棋 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与认识 对 那么实战这个 黑方是选择了 炮三平一 其实这盘棋呢 就这种下法 应该说不是第一盘出现 在何文哲全国个人锦标赛当中 他也下过一盘这样的棋 他曾经走过一盘 对 前不久的全国个人锦标赛 他对着江苏的孙毅阳 下过这样的下法 当时孙毅阳就是走到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给大家摆一下 对对 当时走到马八进九 以下何文哲好像是走 炮打一将吧 交换 打了 对 打了之后 然后他中间打了一将 将军 四四进五就补一手 是 然后他走了巨二进四 这么下 当时是这么下 等于一直有这种 气象的这个手段 是 但气象不怕你打相 打相我随时可以吃冰 对 而且有马八进九跳出来了 对 当时呢 洪方效果不错 实战是取得了胜利 那看来这个何文哲这一招 他已经 已经有一定的效果 对 已经有获得过一定的成绩 我刚才还想说 这个不是正好 马八进九可以跳上来吗 是 这个就是说 我黑方是顺利出子 怎么就不行了 看来就是这个 这个走法 给我们指导了一刻 那么实战 黑方呢 也是 他可能就知道 他这种走法 对 所以他走了一个炮三平一 是 像这个陆伟涛特大 他也是身经百战 对 他在这个 15年的时候 也是拿过这个团体赛 全国团体赛冠军 冠军 也在16年呢 也是代表我们中国队 参加了亚洲锦标赛 获得了亚洲团体冠军 对 同时他个人也是 荣获这个特医大师称号 是 所以说这次他也 我们北京威凯相机队 与河北金环刚购 这个金环建设相机队呢 也是 连队 常常联合啊 我们形成了经济连队 所以说也是 河北队的这个陆伟涛特大呢 他这个也是在关键时刻啊 对 他这个 顶得住压力 今年的联赛 我们这个下得还是挺不错的 对 这盘棋他走了一个炮三平一 也是一个避免的这个 打破这个弹子炮的一个走法 看来实战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对 正如唐丹大师刚才也介绍了 很多陆伟涛大师的情况 其实我呢 跟陆伟涛大师 应该更直接的是队友了 就是我们都是联赛的队友 其实我们对他的布局特别放心 一直认为他的布局啊 都是摆得特别深 对所有的流行布局 都是了如指掌 那说明陆伟涛是一个 很用功的棋手 是的 其实我们说到这黑方 这个陆伟涛 也抽点时间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红帮这个 何文哲 是吧 何文哲是也是一个年轻大师 对 浙江的一个棋手 跟我还是老乡了 对 他是也是 是在四川队集训过一段时间 是的 然后这次也代表河南 这个楚河汉界天伦相机队 参加联赛 成绩也不错 河南队呢 也一直曾一度呢 在联赛中处于 第一名领先的位置 对 然后目前截止22轮的 他们的目前排名 团体第四位 成绩也是不错的 尤其有这个 河南的党非大师带领 然后有曹延磊大师 都是 他们的都是中间力量 这盘棋呢 这个何大师可能 太急于求成了 急于求胜 也是为了队伍扳回比分 所以过于冒进 我们来看一下实战吧 看下实战 黑方 实战 红方是选择了 既然炮三米 红方这盘棋 选择的是马八进九 马八进九 准备出局 然后黑方是G9平二 红方呢 G二进四 对 准备把这个兵给吃回来 过河兵吃回来 这几步还都挺合理 挺正常的 马二进四 马二进四 然后在G二平七 然后G二平七 吃个兵 黑方是走了一个 足七进一 足七进一 等于黑方以后 我正好可以马八进七 跳正马 是 这个位置还是挺理想 对 红方是G9平一 G9平一 红方是准备 攻击黑方的 这个拐角马的弱点 是吧 然后黑方也是顺势 马八进七 马七进七 红方G9平六 顺利地出动大子 还这一段 双方应该是 各自都有自己的 这个研究和体会 对 然后双方可能也是一个 各有顾忌的一个局面 对 对 对质的一个局面 这个时候呢 黑方继续是走马七进六 继续把大子往前推进 然后红方呢 实战是 红方这个时候应该说 出现了一个构思的失误 他以为可以走G7平四 7平四 这时候呢 黑方肯定是G1平三 对 G1平三只好有个对桌 他以为炮八退一 炮七退一 黑方G3进四 对 实战也是这么走的 对 实战也是这么走 他以为可以走G6进二 这时候可以马九进七 打G这样的手段 对 这样一打G的话 黑方这G还不好躲 对 如果顺利地打到G 红方肯定是占U了 那你这个进G别也没有棋 别的招有个四五进六 对 就是打你这个二路G 是 所以你这个进G也没有 对 但是这个实战走到这里 好像黑方 看似这里有点弱点 但是黑方会有更好的手段 去解决这个地方 那么就是这个棋的时候 黑方是走了炮八平六 是吧 对 平炮打下G 那这个C我们给大家讲讲 这个蒋大师 既然你认为他这个实战构思 不是特别理想 不是特别理想 那这个马七进六以后 黑红方该怎么处理这个C 那他就至少这个G 不能离开这个道 是吧 他随便把这个G 动这些道 可以动一下 捉一下马也可以 捉一下马也可以 至少不能 这个七路G 绝对不能离开 对 因为我这个 我离开以后 随时这G平三 这部C太大了 对啊 正好让你有一个先手 对 那他是不是 我也可以抛七进一 抛七进一 我守住我这个三路 也不错 只要就是 G不离开七路道 就没事 等于说这个 红方这个出现的 第一个 本局的一个失误点 可能就是 他可能太过于 过于着急 过于想要进攻了 对 所以他走了一个G7平四 是 看似 以为黑方这个马 肯定得躲 但是黑方 有抢先的好骑 对 黑方实战G1平3 红方 炮七退一 对 他G3平4 你看嘛 他G6进2 G6进2 他就走出了 想要设计的 一个一套方案 对 但是黑方 接下来的几步棋 也是让红方 也知道了 就是说 我这个设计 是一个失败的 对 那么 亲民朋友们 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为您带来 这个精彩的 终局战斗 好 观众朋友 欢迎您回来 继续收看 《相机世界》栏目 然后我们 红方呢 是河南队的 何文哲大师 直红对阵 经济联队 《相机世界》是陆伟涛 双方进行一个 终局的战斗 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黑方是如何应对的 实战黑方是 抛2平6 先打了一步G 红方是走 只能G4平2 G4平2 躲G 然后黑方这时候呢 我也不躲我的三路G 我也不针对 你的7路线做打击 他走了一个 抛6平7 对 这个好棋 这是一步好棋 对 等于说你 马上进7 就走不上了 对 我这一个 抛进4 又是闷杀 又是吃G 是的 红方是没办法 很好的去防守 对 是的 这个时候实战 他选择的是 冰3进1 他如果冰5进1 是不是 黑方可能还是要打冰 对 可能还得抛进4 对 你要是向3进1 飞一个 然后他可能再抛7平1 对 可能再吃一个 但这样你 马上进7 还是跳不上来 对 这个我一路炮很厉害 那看来就是说 这个抛6平7 走完以后 这个局面 马上我们能看出来 就是红方 红方这个三路线 自己的反而出问题了 对 同时这个7路线 马上进7的计划 也失败了 应该说走到这个局面下 当时我也是清零现场的 对 应该说红方的压力非常大 他作为队友 你肯定是为自己的 我是很高兴的 对 感觉就是说 缓了一口气 就觉得 对 是 红方这个布局 本来是创新很好的走法 是 但是终局阶段 他可能过于急于求成了 是 黑方取得了马一的局面 对 实际上他只能 他冰三进一 黑方又有一招巧手 他有个鞠三进一 等于说你这冰还不敢吃 是 吃着丢着鞠呢 对 这个炮有这个闷弓 那他又没办法 他只能马三退一 他回去毙了一手 对 他就是一直想马九进气打鞠 但是黑方一直不给红方的机会 过冰 过冰 然后鞠二进一 鞠二进一 然后他抛弃 进二 进二 等于说 红方这个走完这几步以后 一无所得 是 这现在马九进气打鞠的话 也没什么 他可以走鞠三平四 鞠三平四 直接就对鞠了 对 直接对鞠 就不像刚才鞠在这个位置上 是 对 那他没办法 他是 索性就放了一波 兵五进一 对 再起一宗兵 是 再起一宗兵 我想你鞠三平五吃的话 我底线以后还会有将军的起 对 然后有一些 看看有没有一些乱战的机会 是 实际上 黑方还挺稳健 是 四进五 补一手势 红方是继续兵五进一 因为红方其实这个地方 他也只有通过兵五进一 先反击了 没有其他的进攻方法了 对 他可能想着 如果你 足五进一吃掉 他是什么 有什么手段 足五进一吃掉 他可能是 鞠六平四 鞠六平四抓吧 抓一下 他可能马上得回来 回来 我在G二进一 G二进一要点下边线 是 可能来寻求这些反击的机会 是 实际上这步起 黑方走得也是非常的强硬 对 当时陆维涛就直接就炮七平五 弃子了 直接就这时候 终局弃子 是 那红方肯定就炮七平四 对 这个弃子呢 应该说也是体现出陆维涛特达良好的大局观 对 他认为这个局面 我的大子位置非常好 已经可以采取进攻了 对 那接下来他是有一个 G二进六 是吧 G二进六 那这个交换可能是 肯定是不肯的 他最多进五吃马 这个 这个 吃马 吃这个嘛 吃这个 那还得退居 还得退居 对 退居他可以走炮一平三 炮一平三 那这太厉害了 对 太厉害了 就要迅速入局了 是吧 那红方是没办法进行这样第二次交换 对 他只能这个 可能只能G六推二 G六推二 他先保住这个 如果炮六 七进二还没意思 他可能打兵 对 炮一进四 还可以炮一进四打 所以他只能走G六 这样 这样苦手 是苦手 然后黑方实战 是走了马四进三吧 对 黑方是马四进三 就跳马跳上 对 继续把大子投入战斗 实战是 等于说 蒋大师 就是这个棋 就是这个终局 这个棋子 我们也可以跟棋友们交流一下 就是说等于说 黑方是少了一个子 但是我有两个兵 有一个过河兵 有一个中兵的一个 而且有中炮的一个威力 对 同时红方这个 看这六个大子 都处于这种被动 防守的阶段 尤其是他这个 击炮 以后黑方随时有这个炮一瓶酸 这个吃炮的机会 所以说 就是说这个棋 当时来看 这个应该是很难 这个防守 对啊 虽然多了一个大子 但是每个子 效率都不高 是吧 反观黑方的大子 每一个子都能投入战斗 对 所以这个弃子 还是黑方大胆优势 是 看来就是中局 就是说 哪怕是最顶级的这个联赛 也要果断地进行 这个弃子 弃子夺势的 这个典型的一个局面 对 这盘机也是告诉我们 这个 在这个大局观面前 这个子力 还是要 该弃 该弃的时候就要弃的 是 而且马四劲酸跳上以后 黑方 红帽是可能 也得赶紧马一劲酸 跳上来算 马一劲酸 跳上来准备马三劲酸 对 是 但是黑方这个以后 抛一瓶酸很厉害 抛一瓶酸 这个你要是 换了以后 我吃你下一斤 又吃回来 这个九入马 也是一个危险的一个情况 对 所以他当时可能也没走 他走了一个 巨四推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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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黑方走了一个 抛一瓶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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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抛一瓶酸 他可能想我先马三劲酸的话 你有巨四瓶酸就顶我 对 所以说我先抛一瓶酸 这样子我又是 马三劲酸就是先手了 对 吃双鞠了 吃双鞠 那红方这个肯定 没办法 逼着红方 这个抛七劲 这个时候只能换了 对 这个时候再不换 马三劲酸一跳上来 肯定就是要获胜了 是吧 换掉 这个时候黑方是继续走了 居三退二吧 对 它是居三退二吃炮 它这个气走得也比较老练 它不给予吃你这个 如果吃了 它可能垫个居 你再吃回来 它是不会马九退八 这么走 对 是一个苦手 对 苦手 它就是先不吃你 不吃你 让你自己再退居 是吧 不过我们也可以跟 其实我们来 那个讲一下 这个吃相的一个变化 其实吃相好像也是挺严厉的 吃相是吧 对 我们可以跟大家 好 吃相的话 介绍一下 它可能退回来 这些四个大紫联工的一些杀法 是 然后它可以把自己交换掉 交换掉 我不怕这个 然后在居二平一吃 你就居二平一 就马上准备居双炮进攻了 是吧 这是一个居双炮典型的一个 进攻的一个路线 这时候你肯定是 摔六平五进不去 对 也没办法 那你 那是不是得居平过来 是吧 对 你居平过来以后 那我还是继续僵 僵 上来 然后我平炮 我可以直接就僵了 平炮僵 这个时候肯定只能电炮了 对 电炮我可以 这有个炮式瓶酒 正好打着我的马 对 等于说我把子吃回来以后 我就净多双兵多相 对 这样子就是一个 基本获胜的一个残局了 那你这个马 其实也是不好 不好这个 就这个局面下 这个马你也不好跳 你跳这儿的话 我以后还是有抽 你跳这儿的话 你还小心我将军以后 这个抽底相的一个起 同时这时候 你可以有绝杀的起了 炮四平衣是不是绝杀了 对 对 这时候还可以鞠江 江是 然后炮四平衣 炮四平衣是不是个绝杀 对 这是一个杀旗 对 这样就防不出双炮江了 是吧 如果你十五斤四 它有个G一平补 对 老将老帅也是进不去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精彩 气质也可以 对 一个杀法 直接杀掉 给大家再摆一下 这个另一路变化 就是实战的红方 黑方选择是比较稳健的 G三推二 赤炮 赤炮 红方当时也是 底相丢了 编码就要丢 是 所以他走了一个G六推一 G六推一 再度保向 黑方当时下的好像是 其实他走得比较稳健吧 走得比较稳健 黑方当时是走的 是走炮四平衫吗 是这个局面 他当时走了一个G三进一 G三进一 对 他这个棋 对 像讲 但是你说的你的棋感特别好 就是这部炮四平衫很重要 他可以直接走炮四平衫 对 我想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也应该能看出这个局面 对 这个刚才一直都说 这个黑红方这个底相的弱点 那么就平炮打击一个相 是 他好像就是很难去防守了 对 但是他这个时候可能过于追求 这个完美 他以为可以G三进一之后 可以炮五平四这么去打这个死局 对 是吧 而且他可能也 对 他想着说 想要逼迫你 红须主动去走开 对 当然我看这个炮四平衫打 这个打还是挺厉害的 打他可能要走这个了吧 或者走这个 或者G四平五 对 你打一枪 他G六均二 他可能还能坚守一段时间 对 但是这个底炮的威力也是很大了 对 是 他走一个G三进一 他准备炮五平四 炮五平四打死局 那红邦 红邦只能走G四进 对 那是关子 G四进二 那这时候他走炮四平三 好像也挺厉害 也挺厉害的 对 但是他始终这段时间 没有走炮四平三 他就是想要我控盘 我把你 让你的纸都走不了 是的 所以他走了一个 逐七进一 他想让他一个大纸都动不了 对 他这个想法其实也挺好的 对 也是这个常见的 专业骑手常见的 一个控盘的一个手段 对 那么红邦 这样的话 红邦只能走炮五进二了 对 红邦两码都动不了 两码两拘都动不了 他只能走炮五进二 他想尽快把自己的 两个象给连起来 是 这个时候炮五进二之后 他是过滑 随时准备有飞象 但是这个 暂时这个时候没有飞象 对 比如说黑方这时候 要是炮四平三 你还是不能飞 对 其实这个时候 黑方应该走炮四平三 对 你要是上三进五的话 这正好是 正好打一僵 炮五进三一僵 然后把你这个四五菊吃掉 是 那所以说这个黑方 当时他也是一看 你这个炮长起来 对 他首先就先捉了一下 捉了一下 这步棋应该说 黑方是有一些大意的 对 走到有些大意 我们为什么说他大意呢 我们看看实战 对 实战红邦还是挺顽强的 炮五推一 然后他G二推 G二二推 他希望他炮五推一再推 是 他可能以后再炮四平三 对 他希望是这样 但他没注意 这个时候 红邦有一个好奇 就是走向三进五 是吧 我先手飞你的G 你要G吃我炮 我可以飞你G 你抽我姜 我去剁你炮 是吧 对 可能不愿意这么一个患 对 最少一个词 是 应该说走到被他飞向之后 据陆伟涛赛后跟我的交流来说 他说其实当时自己是挺懊悔的 是 他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不棋 但是在接下来的阶段 陆伟涛应该说处理的 还是比较冷静的 对 他走了一个G三推二 G三推 也必须走了 红邦 是走炮五金一 对 炮五金一 其实这个蒋大师 我们再来分析这个局面 就是现在黑方 红邦虽然有所缓解 但是这个奇 是不是还是黑方优势的一个局面 从局面来说 应该是黑方还有一点优势 因为黑方毕竟大字位置 实在是太好了 对 但是呢 红邦应该说透松了许多 如果红邦在接下来走得顽强的话 应该说给黑方获胜 要制造很大的难度了 对 但是红邦两个马也就出不来 是 局面上黑方以后可以 就是说我以后吧 我可以逐七平六 逐六平五 靠你中向 对 这个棋我都占优 是 所以说局面不管是 你受通多少 对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黑方把握的主动权 是 是的 那这棋红邦 黑方实战走了一个 炮四平三吧 他继续去炮四平三 炮四平三 他想要盯住 既盯住黑方 红邦的中炮 也盯住红邦的六路去 是 这个时候呢 红邦应该说 刚才好不容易 透送了机会 他可能是 又走到了向三进五 这个位置 可能有点放手 也倒是时间也挺紧张的 时间是双方都挺紧张 因为这个局面 非常混乱 大家都耗费大量的时间 实战这部棋呢 红邦就没有走得最顽强 他其实这个棋 应该走兵九进一 先把这个编码活起来 是吧 等以后有机会 就是居六进四在马九进八就跳出来 对 是的 也是准备看黑方的动作 对 是 实战的红邦应该说 这个部出现了一些失误 他走了居六进四 居六进四 不过他兵有精英 黑方也可以足气平流 你说还走足气平流 对 我就是 我以后就吃你中向 对 我只要把你这个中路 给打开局面了 对 那么这个棋 我肯定 哪怕我一个兵换你一个向 是 然后你这个两个马的位置都不好 你都处于防守阶段 是的 还是黑方有很大的一个 进取的一个空间 是 那实战他走了一个居六进四 应该说是一个 给了黑方迅速反击的机会 对 那这个棋 我们也可以在这稍事等一下 让棋友们来看一下 这个局面 就是您认为 黑方在少子 有攻势的情况下 该怎么进行快速的一个进攻 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 那么这个棋 我想很多棋友肯定能给出答案 肯定是继续气泡 吃相 气泡 对 是 气泡如果我飞掉的话 对 飞掉 你可以杀我一家 我可以电鞠 你杀掉 杀掉 鞠要平四 敬老将 降五平四 降五平四 正好铁门栓 我必须用鞠舵炮 是吧 这样吃掉的话 黑方肯定一鞠十子寒 黑方 那胡邦是少俩相又少兵 兵 两码出不来 三个子也不行 对 那就是可以抢这个局面 是 那么实战黑方 胡邦也不肯 他也不能不敢飞这个象 是 不敢飞这个炮 但是不飞这个炮 底线攻势又 又白被打了一个象 全部漏风了 漏风 他实战是走了向五近七 他只能防守了 对 这时间关系 我们也快速给大家摆一下 后面 实战呢 黑方是炮三平一 只能出将 出将 然后他将了两军 然后再鞠三平二 这是准备鞠二平一 对 准备鞠二平一 他最后两步走得比较顽强 是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他七炮以后 鞠六近一 鞠六近一 他鞠五平二 鞠五平二 继续这个杀七 我就不要中炮了 对 就是平五 然后最后我们给摆一下 就是他的 姜 姜 然后再姜 姜 然后再平净 就用这个 击双击炮 这是一个沙发 是 这样的话 黑方就获得了胜利 黑方获得胜利 好 谢谢朋友们 继续关注我们这个 《三一世界》栏目 好 今天就到这里 朋友们再见 朋友们再见